为什么有人说这个东西真的是动圈画桶的小旧型 还有人说这个东西是智商税 这个东西到底有用呢 本期视频我们来揭秘关于所谓的 把48V变为对动圈画桶增益的小花方 大家好 这里是努力成为会说脱修的音频硬件创作者萧然 要说这类东西的源头 那绕不开的一家公司叫做Cloud 很多人接触这个产品品类也是根据CLE来的 它的作用是能够帮助你把你用不上的48V混音电源 转化为对被动式的动圈画桶或者是履带画桶增益的放大的部分 因为不管是动圈画桶也好 一些履带画桶也好 它是被动式的设计 自身是没有放大电路的 通过这样的设计方式利用48V混音电源 以达到放大信号的作用 电容麦里边包含了一部分的放大电路 动圈麦呢没有这样的放大电路 通过这个模块用来解决入门升卡推不动的动圈画桶 而且这一类的品类 它正确的名字应该叫做Microactivator 随后一些厂商呢也出了同样的品类 比如著名的Fathead 还有SE 艾肯 国内的一些艾克窗 甚至还有一堆杂牌的 下面为了方便 我们把所有的类型都叫做小便炮 这个类型的产品 咱先说结论 对于入门的一些设备还是很有必要的 对于一些专业的设备是没有太大的必要 如果非要分个分级线 2500到3000以上的升卡 那完全没有必要 当然呢 某些个别老垃圾产品 小3000你也得一样上 没有三连的宝 麻烦给个三连吧 因为你的三连是我更新的动力 你这三连对我真的很重要 你一票 我一票 老肖明天就出道 你不投 我不投 老肖啥时候能出头 爱牛宝 决定你是否选择 这类产品的一个原因就是新造比 且如果你的升卡增益量比较大 推一些专业的动圈卖 比如SM7B起步59到60dB可用增益的情况下 而有些入门的升卡可用的增益 没有明显的底噪的纯净增益 也就30到40左右 虽然它官方的标程有65dB的增益 但随着你增益增大的时候 那升卡自己的噪声就来到了负40dB 可以说是完全不可用非常垃圾 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这玩意大展宏图的好机会了 即便加上了二次放大的组件 也要比升卡磁带的画放 转到同样响度底下要干净 这就非常有必要 而且贵的升卡 升卡本身自己的噪声控制就非常好了 到了同样的响度底下 那噪声控制依然很好 那就没有必要准备这东西了 所以你是否需要这个 那一个原则就是在大增益量底下 你的升卡噪声水平如何 如果我用的升卡非常好 用了它和不用它差距 其实在好升卡底下没太大差距 因为升卡自身的画放已经非常不错了 但这类东西同样有个缺点 首先就是二次放大的噪声问题 有的用的是FET电路放大 有的用的是小铁片电路放大的 这些都会在放大的时候引来二次的噪声 所以衡量这玩意的好坏也是噪声水平如何 比如那N屏的这类东西放大不多 噪声大很多 那它就不是一个好用的产品了 而且热门的产品 比如SE DME这类做的略好一些的 在某不正规黄色图标平台上面 假的比真的都多 另外这类东西本身是代替不了独立的画方 因为独立的画方有染色 这类东西的染色也不行 但是这类东西它便携 画方的这个优点也替代不了 所以对于原本生卡就不错的朋友 其实根本无需选择这类东西 这类东西主要针对的 还是千元入门生卡这类市场解决的 好这就是本期的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